啤酒度作为一种普遍的现象 常被认为是过度饮酒导致的 然而,这个观点在科学上是否成立 本文将从多个方面探讨啤酒度的成因 以揭开其中的真相 啤酒度指的是腹部明显突出 形似啤酒桶的脂肪积聚 它通常出现在腹部中部 给人一种啤酒爱好者的印象 饮酒与体重增加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 酒精是高热量的物质 而且常常与高热量的食物一同摄入 过量的饮酒会导致能量摄入过剩 使体重增加 啤酒度并非仅由饮酒引起 实际上,腹部脂肪积聚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 遗传因素、饮食习惯、缺乏运动、代谢率和激素水平等多种因素 都可能影响腹部脂肪的积聚 饮酒与腹部脂肪积聚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过量饮酒会导致脂肪在腹部积聚的趋势增加 这是因为酒精的代谢过程中 肝脏优先代谢酒精 而将脂肪酸转化为脂肪 其中,腹部是常见的脂肪积聚部位 除了饮酒外 还有其他因素可能导致腹部脂肪积聚 饮食习惯、缺乏运动、压力、年龄等 都可能对腹部脂肪有影响 因此,仅将啤酒度归因于饮酒是不准确的 若要预防和减少啤酒度的方法 需要综合考虑以下几点 适度饮酒 过度饮酒会增加热量摄入和脂肪积聚的风险 保持适度的饮酒量 遵循健康饮酒的原则 可以减少腹部脂肪的积聚 健康饮食 均衡的饮食对于控制体重和腹部脂肪具有重要意义 增加蔬菜、水果、全穀物和瘦肉的摄入 限制高糖和高脂肪食物的消费 有助于减少腹部脂肪积聚 锻炼和运动 增加身体活动量和进行有氧运动 可以帮助燃烧脂肪 增加代谢率 并减少腹部脂肪的积聚 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 每周保持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 控制压力 长期的压力和焦虑可能导致体重增加和脂肪积聚 通过有效的压力管理技巧 如放松练习 冥想和良好的睡眠 可以减少压力对腹部脂肪的影响 定期体检 定期进行身体健康检查 包括血压 血糖和血脂等指标的监测 以及腹部脂肪的评估 及早发现和处理相关健康问题 有助于控制腹部脂肪的积聚 啤酒度并非仅由饮酒引起 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适度饮酒 健康饮食 锻炼和运动 压力管理 以及定期体检等综合措施 可以帮助预防和减少腹部脂肪的积聚 对于个体而言 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和形成良好的饮食习惯至关重要 如果对啤酒度有困扰 建议咨询医生或营养师 以获得个性化的建议和指导 好的 本期视频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